根據韓聯社的報導 南韓大韓航空有一名空服員 在前年罹患了胃癌病逝 而這份報導進一步表示說 這個空服員的平均有半數的時間 航程都是會飛越北極航線的 而這條航線阻擋了宇宙輻射的大氣層比較稀薄 因此受到宇宙輻射的影響機率會大幅增加 再加上首爾南部職業病判定委員會也認為 他的死累積輻射量曝露量很有可能高於實測值 再加上他的飲食時間不規律 認為跟胃癌還有他的空服員工作之間 存在著顯著的因果關係 那麼這也成為韓國第一起宇宙輻射職業病的個案 但國內有癌症專家表示 宇宙輻射跟胃癌兩者的關聯性 還有帶更多的研究佐證 各行各業有一定的職業風險 在南韓有一名空服員出現當地首例 被判為宇宙輻射引起胃癌的職災個案 根據韓國媒體韓聯社報導 南韓大韓航空一名空服員日前因胃癌病逝 卻了解在他26年扶勤時間 有約一半航程都飛往美洲和歐洲 航空公司為了節省時間 通常會選擇北極航線 而根據韓聯社報導 這條航線阻擋宇宙輻射的大氣層較為稀薄 宇宙輻射影響會增加5倍以上 後續首爾南部職業病判定委員會也認為 死者累積輻射曝露量可能高於實測值 加上飲食時間不規律認為胃癌與工作之間存在著檢驟因果關係 判定屬於植災 這也成為韓國首起宇宙輻射職業病割案 對此大韓航空則回應 目前無法確認這位空服員的胃癌和宇宙輻射相關 這兩者的關係事實上還有來確認 這一位空服人員他一定隱私的話 有時候缺失 因為隱私的關係引起慢性發炎 就會容易引起胃癌 癌症專家賴基明分析 一旦輻射線引發細胞DNA被破壞或突變後 必須處於發炎環境中 而且細胞無法順利修復才會形成癌細胞 而過去在臨床研究上 與輻射相關的常見癌症 包括甲狀腺癌 血癌 也有前空服員表示國內較少聽到類似個案 我在工作之前也會習慣讓自己先吃一點東西 墊墊自己的胃 在這個工作之前先進行保護自己的動作 每一年的時候我們都會提供檢查 確認就是空服員以及機師 符合我們的這個公司的規定 而專家表示空中輻射是否導致罹患胃癌 還需要更多使證 記者綜合報導